各位朋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翔老师 在高二上我们在学到三角函数的时候 那种图形的转换 对各位同学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痛 那老师今天借了这个立题 让各位同学稍微了解一下 碰到这种比较难的题目 我们要掌握几个原则 那如果你对老师的课程非常有兴趣的话 包含是高一高二 还有高三学测跟分科测量的课程 很有兴趣的话呢 下方资讯栏都我们的卖场连结 绝对是非常完整的课程 帮助各位同学 在高中数学自己学习的部分 能够更加的更进一步 好来那我们来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吧 他说假设AB为正数 正数 那C租为实数 那CEO就在零到拍之间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 它的周期是三分之二拍 那个九分之复拍的时候 有最大值一 九分之二拍的时候 有最小值负三 我们求ABC就会等于多少 来在讲这个东西之前呢 各位同学必须要先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什么东西呢 这个东西我们叫波动理论 我们叫波动理论 我字会写小一点 你自己把那个影片放大 来什么意思呢 A会影响到什么 A会影响到政府 好什么叫政府 平衡点到最高或到最低的距离 来B会影响到什么 B会影响到周期 来C租会影响什么 会影响基准点 好周期的意思就是完成一个完整的坡 所需要花费的时间或者是角度 对不对 基准点呢 你就看那个出发点 一般来讲的话 sin就是00 cos就是01 OK 好 来我们先从哪里开始 我们当然是先从周期开始 周期非常简单 周期怎么去判断呢 你看哦 来 来 来 我问你 你把它BS圈起来 你告诉我 因为我们知道 cos这一大坨的周期是多少 2π嘛 Bx周期是2π嘛 所以x的周期叫什么 对 叫b分之2π 那b分之2π是多少 是不是3分之2π 所以我们马上可以得到 b的答案多少 好 b的答案是不是3 这个就比较简单 这个就比较简单 好 来 那在讲这个东西之前呢 麻烦你 我们要求中函数图形 一定要具备几个条件 第一个是最大值 第二个是最小值 第三个是周期 第四个是基准点 最大值 最小值 周期跟基准点 来 各位同学 最大值这个 很明显的答案多少 这个叫1 最小值多少 -3 你看 周期我们刚刚讲过 他是2 3分之2π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已经处理掉周期的部分 好 老师 基准点 基准点 基准点没有讲 没有讲不会嘛 没关系 那我们等一下来处理基准点 我给你讲最难的都是基准点 那 政府就很好处理 为什么 因为最大值跟最小值 1和-3 什么意思 来 我简单画一个图形 你看 最大值跟最小值 最大值跟最小值的一半 是不是就是正乎 最大值跟最小值的一半 就是正乎 所以我只要算出最大值跟最小值距离的一半就可以了 好 那所以我们利用到这个来去做计算 来 最大值多少 1 最小值多少 -3 距离呢 距离呢 距离是不是相减 然后除以多少 2 所以答案多少 答案是不是2 啊这个2就是什么 这个2就是正乎 这个2就是正乎 所以这个2就是我们的A A是2 好来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来 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时候就来看所谓的基准点 来 各位同学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啊 老师我要思考什么问题 关键在于 cos 何时会出现所谓的最大值 cos 何时会出现最大值 来 如果我简单画一个图形来给你看 我简单来画一个图形给你看 来 这个是cos 图形 这个叫做二分之拍 这个叫拍 这个叫二分之三拍 这个叫二拍 来我注明一下 这个是二分之拍 拍 这里是二分之三拍 这里是二拍 对不对 最大大到一 最小小到负一 来cos 情况下是 cos 多少 cos 一 零 负一 零 一 对不对 来你看咯 他是这样子 就... 到這裏來 所以他的最大值是為甚麼 其實他的最大值就是他的基準點 哪裡 在這裡啊 這裡啊 現在一般要寫cos這個是不是01 一般來想我們在寫cos這個數就是01 這個也沒問題 好 這個部分是沒有問題的 好 來 那我們來去處理這個部分 我們來去處理這個部分 來 你看好囉 你看好囉 當x為九分之負拍的時候 y有最大值會等於1 沒錯 我剛剛是不是講過 你口賽這樣子這樣繞過來的時候 這個基準點基本上就是我的最大值 所以我的這個怎麼寫呢 這個叫做九分之負拍 這個叫1 九分之負拍 這個叫1 OK 這裡有沒有問題 這裡有沒有問題 好 這裡我相信各位同學 這個部分是不太有問題的 好 來 老師 那我要怎麼求出它的基準點 我通常蠻喜歡用這樣的方式來去處理 譬如說我常常喜歡講這所謂的二次函數 為什麼 因為你這裡代表什麼 你這個代表函數圖形平移的動作 我換個顏色 你這個代表函數圖形 它本身有做平移的動作 來 我們怎麼去思考它的平移呢 我常常喜歡用二次函數的部分 這個叫做Y會等於A倍的 A格斯扣掉H的完全平方 再加K 請問它的頂點坐標是多少 它的頂點坐標是不是就叫做HK 對不對 對吧 對 那你會HK 你會HK的情況下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令它等於0 我令它等於0 就是A格斯等於H的時候 這個答案會等於多少 這個答案就會等於K 這個答案就會等於K 對 沒錯 來 那我們用那個 Cos的圖形來看 你看喔 來 這個我們把已知的東西全部填上去 這個A和B是最好球 這個叫兩倍的Cos 這個叫3A格斯加C 再加珠 我們利用到這個概念 我們利用到這個概念 這是函數平移的動作 來 怎麼做咧 我們令它角度為0 所以來令它等於0 所以來A格斯會等於多少 A格斯會等於3分之負C的時候 對不對 這個時候Y就會出現什麼值 這個時候Y就會出現最大值 我說過它的基準點就是它的最大值 這個基準點怎麼看 來 你看喔 這個 這個角度為0的時候 這個時候Cos最大答案多少 是不是1 1乘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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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加珠 這個叫2加珠 好 來 所以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推敲囉 它說最大值是1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知道珠會等於多少 -1 OK 當x等於9分之負π的時候 所以這個答案是9分之負π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C知道答案多少 3分之π 沒錯 完全符合我們的條件範圍 所以我們就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它算出來 其實最困難是基準點 你可以利用到這種二次函數的圖形來去做判斷 那這樣的題目你要多練習幾次 因為很多同學做到一半會卡住 那一下想算週期 一下想算正伏 一下想算基準點 它的那個順序這樣子 先算週期 因為它最好算 再用最大值最小值算正伏 最後基準點的概念 你可以仿照二次函數部分來去做處理 希望各位同學在碰到這樣的題目呢 能夠再繼續的精進 我們的今天課程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訂閱分享 想買我的新商課程 想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下方資訊欄都有聯繫喔 我是李翔 有什麼問題我們來討論吧 掰掰 итель者z 十分之 Nacional